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七年就是一辈子 其实这是我现在正在写的一本书 七年前我写过另外一本书 把时间当做朋友 现在这本书我正在写作过程当中 然后在网上已经开始预售 一如既往 我的书通常情况下是有两个价格的 第一个价格是零 我的所有书都是在网上全部全文公开的 第二个价格是另外一个价格 上一次是印刷版三十几块钱 究竟是多少我不知道 这一次没有印刷版 但我们有个收费版 2555元 首先这么多年来 我在互联网上存在 我想已经有很多人知道 我是那个做了就说的人 我是践行的人 那么我说出来的绝大多数事情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相信的 比如说七年就是一辈子 我真的认为人是可以重生的 一生你可以有很多辈子 我一般认为说当一个人获取了一个新的技能的时候 他的这个生活就已经开始不一样了 我认为所有的知识和技能的获得都是不可逆的 我后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应该往哪指 2000年的时候我28岁 然后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我决定去新东方应聘 那么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 刚才有个简介 大学学的是会计 毕业做的是销售 是这样吧 然后呢 很快我就成了一名销售高手 什么叫销售高手呢 就是你给我什么东西我都能卖出去 你给我多贵东西我都能卖出去 别人卖不出去的我还能卖出去 反正我就能卖出去 但是在那一瞬间我做了一个决定 为什么呢 因为我突然发现说我需要改变 什么改变呢 我不再想卖别人的东西了 我想卖我自己的东西 许多年之后呢 我有我自己的总结 什么叫销售 我觉得市面上那些销售书记 在我眼里都是骗人的 天下最好的销售 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 是那些把客户真的当做朋友的人 我把东西给我的朋友 是不是要保证它是最好的 对吧 所以我当然要做什么呀 就我自己做了我就放心了 这是逻辑非常简单 但当时我做出这么一个决定是非常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28岁的我 正是生活负担最重的时候 我父亲还住在医院里 然后我要去做一件我不擅长的事情 而不去做我擅长的事情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决定背后很难是这样子 但我做了 我挣扎着做出了这个决定 然后我就去新东方应聘了 这里没有很长的故事 我以后有机会在网上会说 总颜值后来就跟古典老师成为了同事 然后我就在那里度过了7年 在那里度过了7年 所以前两天余米红同学说22周年了 我说我在那里度过了一辈子 因为对我来讲7年就是一辈子 然后到了2008年的时候 我35岁 我离开了新东方 再一次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做别的事情去了 2008年的时候 我最擅长的已经不再是销售了 我最擅长的是讲课 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自己的东西了 我有产品了 我的第一个产品叫托福核心词汇21天突破 这本书的版税我几乎一分钱都没有动 现在还躺在银行里 成为我人生第一个税后收入 就睡觉之后产生的收入 OK 后来我又写了托福的作文书 离开新东方的时候就写了上一辈子终结的时候 我该写的一本书叫把时间当做朋友 又过了几年2013年的时候 2013年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在别人眼里 4月1号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叫比特币突然涨到了100美元 而当时我正在为我的一个创业项目叫new one做融资 正在跟人谈融资 突然发现说自己比坐在我面前的投资经历有钱 理解吧 而且他是投别人的钱 我是自己的钱 就不一样的这样能理解吗 所以当你没钱的时候你融资是正确的 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去融资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只好把融资活动给停掉了 理解吧 再后来8月份创新工厂投资进来之前 我把我70%的创始人股份当中的50%拿出来放到7圈10 我自己变成了小股东 然后再后来杭州的营动投了一笔 然后在这一轮我纪念性的套现了200万人民币 你干成了一件事情总理有个纪念 那么有这么个过程 所以2013年开始我就参与了一些投资活动 开始做投资人 这个过程当中我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刘靖 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 他也不是特别出名 他原来是做育民生意的 大家知道育民很赚钱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他是莲花创投的创始人 我们俩一会儿喝茶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情 他说我从那一刻开始 这前面是个挺长的故事 我从那一刻开始决定 我再也不做育民生意了 为什么呢 因为赚钱太容易了 我再做下去 我这个人会变傻的 那一瞬间 我说那我很敬佩你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行为 你这个决定 我懂 我做过这样的决定 所以呢 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要的事实 特别简单 我一向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真的活着 其实只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判断方式 你是否有能力做出属于你的主动的选择 主动的选择 如果你的人生没有主动的选择 在我眼里可能是生不如死 当然你也可能活得很好 是不是这样子 再重复一遍 我的看法特简单 有意愿 有能力做出主动的选择 才是真正的活着 所以有的人活着 但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但他却还活着 江文笑嘻嘻的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我有我的感受 是不是这样子 大家知道吧 这是他一部电影里的台词 当然是周润发讲的 开玩笑讲的 那么一般来讲 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每个人其实都有能力多次重生 只不过过往的观念 使得你认为这一辈子并不长 所以江湖上所流行的观点 都是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就不错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人生真的非常没劲 所以一般来讲 我过去的几年都是这样的 第一年干什么 第一年拼命学习 拼命适用 第二年干什么 在这个第二年当中 我已经习得了最基本的技能 然后就拼命的成长 到了第三年收获 第四年收获 第五年收获 第六年还是收获 第七年干什么 休息 其实生活可能会非常的简单 我告诉你几个我的方法论 当然了我后面那个七年就是一辈子 主要就是贩卖方法论的 当你闯入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 记住 你的人生可能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叫什么 叫苍蝇模式 第二种模式叫什么 叫密封模式 我给你讲个例子 就是你回去做一个实验就知道了 你把一个玻璃瓶 瓶底是透明的 把这个玻璃瓶 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玻璃瓶底 冲着有阳光的地方 然后你放一只苍蝇进去 然后你再放一只蜜蜂进去 两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蜜蜂它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它看着光就拼命去撞那个瓶底 理解吧 对吧 因为它觉得这是出路 所以就拼命撞 直到毫无力气死掉为止 苍蝇却不一样 你把苍蝇放进去 把瓶子放在苍蝇的结果是什么 一顿创 然后出来了 怎么出来的 不知道 所以呢 我告诉你 当你闯入一个领域的时候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第一年的第一部分时间里 比如说一季度两季度 干什么呀 你就是只苍蝇 无头才好 你拼命尝试各种尝试各种冲撞 不怕的撞不死你的 理解吧 然后呢 很快你就会找到方向 一旦你找到方向的时候 马上转变成密封模式 顺便那个方向拼命的成长 拼命的突破 这就是我的经验 说出来都特别特别简单的 然后呢 你就在那里野蛮生长 比如说我当年到新东方去讲课 很快我就找到了我的方向 很快我就知道我怎么去build my reputation 然后呢 就是收获收获 然后就是准备重生 其实呢 我最近做的一个比较好的决定 今天可以说了 在2014年的8月份左右 我跟我身边那一票朋友就在聊天 说明年就要经济危机了 大家都觉得我说的不对 但是有一些人认同我 所以到了2014年的 最后一个季度 我停下了所有的投资活动 一直到今年的8月份 我一笔都没有投过 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 因为在2015年年初 你去买什么东西都很贵的 因为太货了 对吧 然后你好不容易买进来了 然后一顿培养 准备卖的时候 寒冬了 那就会很惨的 是不是这样子 对吧 所以我这是去年做的最正确决定 可是呢 说句实话 这个决定听起来有点迷信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2015年被称之为安息年 犹太人有一个说法 叫安息年 就是你到第七年你要休息的 而且2015年还是个什么样年份 大家知道吗 叫喜年 就是7749一大轮回的这一年 所以你听着完全是迷信的 但说句实话 像我们这种有方法论的人 是可以正确理解迷信的 如果这世界上的所有的犹太人 大部分都相信这个事实的话 到了这一年他们真的会停掉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的经济 真的会产生一定的变化 理解吧 对吧 这叫什么 这叫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学术上有专门的词 叫自正预言 对吧 所以像我们这种有方法论的人 甚至可以这样 这世界有迷信 然后我们又可以正确的理解 这个迷信 使其不受伤害 理解吧 对吧 OK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过程 然后 在这种大量尝试 刚才我讲到过 苍蝇模式 是不是这样子 在这种大量重生的过程当中 你知道有什么东西 是一直支撑着我 用我的方式去生存的吗 大家要知道 有很多的时候 你做的事情 人家并不认同的 没那么容易认同的 对吧 然后你突然决定说 放下你最擅长的事情不做 然后去做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我告诉你 通常情况下 最大的压力 很可能来自于你最亲的人 既然他们是最亲的 你也不能因为他们不理解 就跟他们怎么样 比较不好的沟通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还要说服他们 对吧 那我是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支撑我的呢 就是这件事情 serendipity 这个词被认为是地球上 目前最难以翻译的一个词 不信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 serendipity 然后再加上一个难以翻译 或者是翻译困难 你一定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 ok 他什么意思呢 就简单的翻译叫意外的好运 你没有想到但却产生了的好运 是不是这样子 ok 那我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去创造意外的好运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经常跟我说的 小来子这是好事 怎么总发生在你身上呢 ok 我是有方法论的 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你一定要保持开放 open 你知道我open到什么程度吗 我也许是今天你们在座所有人 能够见到的一个活人 在推特上有1.8k的following 注意不是1.8k的follow 我关注了1万8千人 你们还在比谁的粉丝多的时候 是吧 我反其道而行之 你知道为什么吗 道理很简单 很多人不开放 不开放表现在哪里 他总希望 后来发现 根本不讲段子的 做手机去了 再后来你说 行 我关注硬件 我去关注老罗 后来发现 根本是在做硬件 但他太天吵架 所以我早就意识到这点 所以我follow那么多人 follow那么多人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看不过来 我看不过来 我焦不焦虑呢 我才不焦虑呢 因为反正你也看不过来 没用的事 你焦虑他干嘛 是这样吧 于是呢 我就做了一个大屏幕 就买了个单独的显示器 理解吗 然后呢 分了很多栏 我的做法是这样 有空就看一眼 没空就算 结果呢 2011年的3月份的某一天 我看到一篇文章的标题是 Aversal currency passed $1 pallet 说一个虚拟货币 超过了一美元的价格 这什么东西 这就是意外好运啊 那我关注李开复也可以啊 我关注徐小平也可以啊 早晚有一天 我也会知道比特币的呀 2017年嘛 他们到现在也不懂比特币嘛 对吧 所以你看 开放是很有好处的 千万不要把自己圈起来 第二个是什么呢 主动 你一定要主动 主动这个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就不展开说了 其实在各个方面都需要主动的 理解我理解 OK 然后呢 这个叫随机 记住啊 一定要给你的生活 创造一定的随机 你要跨越英国 你要跨越你那肤浅的目的性 交个朋友 图个乐 这就是一定的随机 我要叫个朋友冲击一个圈子 完了 我告诉你啊 你一定要乐观 在今天这个世界里 你没有任何理由不乐观的 我们正在人类发展史当中的一个这样的阶段 这样能理解吧 对吧 这你去看嘛 你去看历史 看得越多到最后 你会得到这么一个结论的 你一定要乐观 那么乐观指的究竟是什么 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义 我给你我的定义 就是我相信我一定会进步的 我相信我一定会进步的 所以呢 我身边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李向来这个人啊 就是好像他没有不能学的东西 我上一次经济大伙 是以40岁的高龄 冲进一个编程社区 学了Ruby on Rails 然后搞出了个New One嘛 然后吸引了好多流量 为什么呢 好多人很惊讶 说一个英语老师 以40岁的高龄学编程 顺产了一个网站 但是我身边的人都知道 It's just natural 那就是李向来 李向来就是那样的 好了 所以很多人来问我说 向来你有什么学习技巧 我说其实真的没有 也许有一些方法论 但都是朴素的 不得了的方法论 但是有一点是不一样的 哪不一样 我敢学 我不怕我现在做的不好 我知道我会不停的折腾下去 早晚有一天我会做的很好 我以后会有很多的公开的资料 给大家展示看 因为过去的十多年里 我的每一个步骤 其实都在网上公开着呢 所以记住一定要乐观 乐观的意思是说 你不怕你没有进步 所以你就会乐呵呵的走下去 这样能理解吧 特别简单 一定要有耐心 很多人是没有耐心的 尤其在该耐心的地方不耐心的 所以我刚才随便举了一个例子 有很多的时候 你的阻力来自于你身边的人 但我是怎么处理这些东西的呢 我通常情况下会花一年两年三年时间 去教育我身边的人 让他们理解我的正常的行为 理解我底下 大家你要明白的 甚至你的父母你都要教他的 就一个人能够跟身边的正常沟通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本领 就是你要跟他们签订协议 这个协议啊 就是我们计算机的通讯协议 这样能理解吧 对吧 你要让他明白你是怎么工作的 how you work 这样的话呢 大家会自然而然的跟你很好的相处的 对吧 所以我给你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是这样的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坚定的把自己的手机 关成静音 我从来不被动接电话 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浪费时间的 而且手机这个东西很吓人 他突然就想了 然后你不知道他是谁 你也不知道他要跟你说什么 但你必须接 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反人类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静音 我从来不接电话 然后两个小时拿出来看一眼 看谁值得回 我就给谁回 理解吧 因为这个我身边的朋友跟我吵了很多次家 因为关键的时候找不到你 你买电话干什么 我就开始教育他们 我教育方法是什么 什么都不说 我就这样 半年之后 他们都习惯了 没啥事不找我 有啥事耐心等两个小时 然后我身边有一些人就发现 这有巨大的好处 所以他们也这么做 看我在教育他们 然后我们沟通起来就很好 是不是这样子 但这需要耐心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 生活所有没有好都来自于耐心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去年是一辈子 你有机会重生的 你不知道而已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只要掌握了一些简单的方法论 你也像我一样 可以随时随刻创造一些 其实你并不知道可能发生的好事 但你从来都知道 好事一定会发生的 这就是意外的好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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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